我們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半徑一公尺的線 所以我們在市面停旋的時候,你的誤差只有一公尺 那這裡呢,誤差有兩公尺,左右各兩公尺 左右各兩公尺 什麼都可以 直徑兩公尺 總共可以 所以這裡是最嚴苛的 這裡弄完之後 再來就是只要 你那個飛機拉回來應該都OK 所以第二個課目八,結束到這邊來 第三個課目四面 四面左方形就是這裡 這裡這裡這裡 這樣四面 起來之後 五秒 五秒是朝前嘛對不對 然後再來轉這樣子嘛,開始轉了對不對 OK 這樣五秒,然後這邊 機頭朝前進方向 回到這裡的時候 五秒再轉 這裡 沒有 每一個腳對課停五秒之後 回到那邊直接一百八十多 好,回到那邊就不用五秒了 因為我看的是輸 OK 回來,這樣子 這一刻 這一刻 繞四邊要飛兩次 這樣懂嗎? 先這邊繞 然後在那邊繞 OK 所以前面 不管你是G1 G2 G3 前面都是共同科目 都要用姿態模式飛 再來就是用GPS 再來就簡單了 G1 G1第一個科目 應該這樣講 G1在一開始考的時候 先會有航點規劃 先設定 在平板上面先設定航點 對,跟你更正一下 G1 G2 G3 在你365檢查完之後 就要設定航點 那只是G2 G3 所以有 那都要設定航點 所以 你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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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任務用 所以 三百六十度 第一個是三百六十度檢查 然後就是 我識別過一個 三百六十度檢查之後 就是先設定航線 然後只是 Upload了之後 不執行 對,設定航線 那時候我們在照片裡面再說 照片裡面再說 因為那個很快 那個只要 把那個軟體打開來 然後長攤 長攤拉一下 高度設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 先Upload你的航點 但是不飛 對 G1 G2 G3都是先設定航點 設定完之後 Upload 但是不執行 然後接下來就是市面警覺 那些科目 然後 我們科目做完了以後 G1就是執行 執行剛剛的那個 航點計畫 再來呢 G1的第二個科目是 FBV飛行 這個時候就是 透過螢幕 來飛飛機 考官有時候可能會叫你向後轉 然後看著螢幕 起飛 看著螢幕起飛 然後透過FGV 然後看著你的前面的鏡頭 然後飛機也是飛四邊 一次就好了 這個可以在GPS模式之下執行 所以這個都還好 只要你雲台前面這樣走 然後隨著接近腳椎往下扣 然後轉個彎 再把雲台抬起來 再走走走 然後提起腳椎再往下扣 你才能定位到那個腳椎的點 每一個都是這樣子 這樣懂嗎 對 然後這個不用停五秒 過去就過去 過去就過去 然後繞一圈回來 結束 所以G1就是 第一個就是執行那個行點 然後第二個就是到這個回來 然後再來就是滯空 然後等待考官發佈 進步緊急應變處置 對 然後處置完之後 講完 你講的可能不會是對的 沒關係 但是我說過 重點是你要有反應 要反應 然後講完 考官會針對他的經驗 然後給你一個建議 然後做完就回來 所以G1這樣就結束 OK G2我們就不講 因為G2是濃噴 G3也是一樣 一開始就是360度檢查 但是下來之後 做完之後下來再檢查一次 我們不要再講一次 G3也是一開始先設定航點 G1跟G3的航點不一樣 在於長寬都相同 那是40是20 但是G1的高度是10 G3的高度是20 這個倒是我們休息時間 再站後面講就好了 OK 設定完之後 Upload也是不執行 接下來就是四面 8 四方 四方要繞兩次 OK 接下來 G3就是 一樣 也是 G3也是考FTB飛行 然後也是 跑光可能會叫你轉過來 因為就是不能看飛機 然後呢 呃 我有兩個點沒有擺 應該在 那個邊有個A點 那個地方有個B點 我到時候再擺 到時候再擺 它就是在 這個標準框之外的AB兩點 FBB飛行 飛到那邊 呃 高度距離沒關係 你只要 譬如說 譬如說這個是那個點 譬如說這個是那個點 我從這邊飛到那個點 全部都是FBB飛行 然後到了之後就開始轉 透過你的螢幕 讓飛機轉 然後正轉彎 再逆轉 逆轉彎就是 震扣你的螢幕 降落 那個點呢 跟這個點一樣 半徑是一公尺的圓 所以直徑是兩公尺 所以很好降 你只要GPS模式底下 震扣這樣下來 上去就好了 整個考試模式 我們人都要站在這裡 都站在這裡 對 都站在這裡 所以你要克服你心裡的壓力 從頭到尾 從起飛到降落 都看的 降落那一刹那壓力最大 你會不敢下去 OK 所以正逆轉降落完之後 再飛到V點 正轉 一圈逆轉 一圈正後下來 下來之後起飛 起飛也是滯空 然後等待發布緊急應變處置 一個科目 跟剛剛機關就一樣 然後處置完 然後就回來 然後再360度久 聽完了 不散場 不散場 你剛才有講 機關又有繞八 然後機山又有繞八 一模一樣 全部都要機關機山 都要重新做一次 我跟你們解釋好了 這個爬規則有八條 這個習慣真的結束 第一個習慣 第二個 無限距離 第三個 隔夜市 所以他的G1是考三樣 他是考得比較複雜一點 那第三 那G3的話 就是 只有人群上空 只有檢視這一條而已 所以你一個人是要考幾張 你們自己要想試什麼 所以 每一張都要考他規定的 對 然後30分鐘是一個 還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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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就是30分鐘 但是他從 你設定任務開始的時候 才開始計時 360檢查 他都不算時間內 那整整再考的話 我們大概是在 五六分鐘就考完 那是少練 對 他就是要你們練 一個方向盤而已 金融機 他們也不是說要求你們 就是說 一定要 就是一定要的先制念 就是 你要有辦法 即時修正就好 他有的是你修正的理由 你不要說機器飄出去 拉不回來 拉不回來 你像我昨天去那個銀行 看他們 有一個考官 有一個學人 很好笑 幾杯 蛤? 製作幾杯? 你製作幾杯幹嘛? 他說不過什麼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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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宜蘭考試 然後環繞 怎麼環繞 就直接在那邊 上面選 我問這什麼 所以他完全不知道 他完全沒有練 公務委員 就是完全就是 感覺他算這樣而已 完全都不知道 這個 這個講真的 其實這跟 我們在 非一般 電視的移交 或什麼 非法是不太一樣 嗯 那為什麼要考試看 當你在大樓 最大樓之間 你中間的時候 會突然變成沒有GPS 沒有GPS 你要總是看方向球 或者是姿態球 去修正方向 你看機器會飄的時候 你就往那邊修正回來 這樣你的畫面也才好看 好不好 你都不會修 直接拉飄 飄一下 所以這戰模式是很重要的 那接著民航機 考這個 不是說要限制 只是管理 還要檢子管理 但是也不要認為說 你像我們說 考上這樣 我們也不能隨便浪費 你要有申請 才能依你的執照 去解你的法律 而不是說 你以下的執照 我就隨便浪費的 只是這樣子 那其實以前說 以前我們在申請的時候 是要經過什麼公務單位 幫你核准之後 但是現在你有證照了 用你的證照 就跟民航去申請 民航去申請 如果再去跟 會不會同地方勝負 就OK的 那時間只要15分 除非你是軍事機 軍事用地才有30分 那以前申請的時候 兩個月以前就要申請 比較不一樣 哪一個差 我們那個八字 是 是